海巡人员忙着搜救 因为他们在17号清晨4点多获报 中国级渔船闽龙于60877 和不明船只发生擦撞沉没 船上一共7人落海 4名中国级渔民及时被周遭渔船救起 另外3人目前还失踪 正是因为16号中午12点 中国休渔期一解禁 中国渔民倾巢而出 聚集包围今夏海域 渔船一艘接着一艘 在原方海面上缓缓行驶 这些全是中国级渔船 这阵仗仿佛万传齐发 从渔越雷达应用程式上来看 金门西北与东南外海密密麻麻一整片 导致海上交通相当拥挤 还有四艘海警船包围今门宣示主权 但捷径才不到24小时就传出意外 而渔民落海地点就在金门东定岛 东方6.5海里处 水流五电国际航道 中国要到台湾捕鱼的必经海陆 目前海巡已经派出四艘巡防艇 到石谷现场和中国四艘船 联合投入搜救 要把握黄金72小时 找到剩下三人 根据获救船员声称 他们是被不明船只撞翻 对方还撞后照逃 但船只是否也是来自中国的渔船 又是否因为太多船只 一窝蜂及捕鱼才酿成意外 海巡还在调查 而今年三月 闽龙鱼61222也在东定岛附近 因为不明原因反复 导致船上六人中两人死亡 这回再传意外 只希望汉士不要重演 邓轩叶俊从曾经跟林荣新闻报导